Hello 大家好 Re1です 好 大家在我们爆裂集团上面 最重要的东西 除了这些卡之外 当然就是龙石啦 因为没有龙石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去抽卡 这次的话就打算跟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从新手入坑的时候 一直来到完全把所有的关卡 几乎浓完的情况下 可以拿到多少个龙石啦 然后顺便因为九周年即将要带来了 也让一些可能刚要新入坑的朋友 可以看一看 什么地方有办法可以挖到龙石 然后 什么关卡我们应该要先打 然后什么关卡可能后续一点 实力强壮去了才去打 这边的话 就 带大家看一下龙石量 以及就是关卡的瞬息之类的 因为当然有些东西就是 比较瞬息渐进嘛 一点一点这样上去 去到最尾的那个什么啦 也是龙石 变到最少的时刻啦 因为新手期啦 龙石始终是最多的 那么在以前 就有跟大家介绍过 那个动画演出嘛 那么这一轮 又重新回归到 比较新手向这个样子 龙石的介绍 OK 那么在我们刚刚出入游戏 也就是新手阶段的时候啦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啦 都算是我们可以先行去做的 因为一进场 超战士的 记忆啦 现在就是新手之音的时候 就会带我们来做这些任务 那么把这个任务全部通完的时候 可以拿到新手的LR 以及总和 77颗龙石 那么个样子 那么这个算是一个开端啦 然后到了这边的阶段之后啦 开始进入游戏之后 冒险关卡是属于 很容易可以 浓到 龙石的地方 而且关卡的难度也很低 直接 因为它是会有三个难度嘛 Normal Hart跟Z-Hart 直接打Z-Hart啦 就可以直接把他的那个 龙石三颗 一个关卡的龙石 全部拿完了 那么全部只要打到最难的那个选项 一路打到完 直到2024年 年初这个阶段啦 总共有 33-3 去到33-3的关卡 非常非常多关啦 总数可以拿到744颗龙石 这么个样子 老实说 这个冒险关卡 假设有一天重置的话啦 老手们 一路浓上去 就可以拿到这个量 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的那个 Begito的任务啊什么之类的 没有 统计进来啦 因为那些太过杂了 所以我 统计的是比较容易 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像这个冒险关卡 非常简单就可以拿得到 那么 冒险关卡啦 就是其中之一啦 新手简单拿到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正在当下 开着的物语啊 那些 龙族Story啊 因为龙族Story是属于 常驻开着的嘛 这方面的话啦 1000颗以上啦 因为 这个物语关卡 龙族故事的关卡 统统加上来啦 实在是太多了 这边老实说 包括一层关卡 再加上他们的任务啦 我自己意计啦 应该是1500 1800左右 可以达到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物语关卡 稍微有计算一下 应该是有 780个关卡 然后每个关卡 10多到 20多到30颗不等 每个关卡都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就大概 做一个平均 10颗左右 所以拉了个1000颗 这个样子 其实实际上啦 会有更加更加的多啦 在这个方面 然后再来的话啦 就是每日任务 然后 每星期 哎呦就是应该说 Sorry 每星期的6日啦 会额外加1颗 这样子 所以一个星期下来啦 会有9颗龙石啦 只要每天有努力去打的话 哎 然后还有就是 活动限定任务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 可能有些会比较麻烦 可是在一个新 应该说一个活动内 成长到啦 可以把这个活动 任务打掉 应该不是难 可是这边的 限定任务的 那个龙石量 其实拼不多 除了大活动之外 大部分都是 可能各位数 到双位数 十处科这个样子 这个是每个月每个月的 活动上面的啦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对新手最爽的 就是Rank升级的奖励啦 升到Rank500的时候 然后总数可以拿到 244颗 然后剩下的还有就是 一些就是讲讲 绑定任务 可能叫你绑定什么 户口啊 之类的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限定任务 可能这个时期有开 然后过后就没有了 之类的任务 这边的话 因为龙石是不等量的 所以没有写出来 然后再来的话 日版限定的这个 龙资源石啦 这个是 新手一加入我们就马上 可以去弄了 就是绑定Line account 就是刚才讲到的 绑定任务 这边可以拿到龙石 然后去到这个 Line那边 加入过后 又可以拿来一个 龙资源石利 然后其中每个星期啦 0 50颗 龙石之间 就 不等量 就看大家的 兵器 兵器 然后最后现在也是有新增的这个嘛 Dot Dog Carrot的一层 就是那个8bit的角色啦 只要Lv8以上 每个月都有10颗啦 所以在这个最初最初的阶段来讲的话 很简单的 我们就是有2000颗以上的龙石可以拿得到啦 当然 不是说你一进游戏 马上马上就可以 很快就懂得完 因为冒险关卡啊 物语啊 龙珠故事这一方面的啦 龙石是很多 可是需要花时间 这个是绝对要花时间跟花体力的 而且物语关卡有些是没有当下开出来 所以有可能就是要花一些那个钥匙去打 但是 For新手来讲的话 嗯 有开上来才去打 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啦 因为 龙石一次过龙的浪玩当然是很爽很大量 可是就要为后悔的那些 留一点嘛 始终还是 不过因为要9周年的 所以龙多一点 FORCE九周年来抽卡的话 也是很alright的 OK 这个是比较初期的时候啦 新手录游戏的时候 我们可以 比较接触到的 这个是比较简单 可以获得龙石的方面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就稍微进界一点点 就是已经开始有去抽卡 抽到了一些限定卡之后 那么卡 足起来 就可以开始打超级战啦 超级战这边的话 目前 这么多 应该说这么多年来 总共推出的限定卡 差不多是有一个 145张 我大致上去计算了一下 那么 每一个关卡 大概有两颗龙石啦 所以就有290 可是这个是 一个 大概吧 其实 会再多一点 应该有多一个 10出颗 左右啦 因为以前的 旧超级战关卡 然后 他们有一些 限制的关卡 比较简单的 可以extra在拿 然后有些还有一点点的 任务 所以有10多颗 到230颗 之间在提升 超级战 因为只要你可以打到最新的超级战之后啦 回去打旧的超级战 其实 是蛮简单的 那么这边就有一定量的龙石啦 然后再来的话 打得过超级战 也就是说我们有办法打得过超级战 Boss Rush 这边超级战Boss Rush 在这么多年累积下来了 它的关卡已经很多了 那么这边的话 DOTOR有一个615颗的 那个超级战Boss Rush的任务 奖励 这么个样子 可以拿到非常多了 而且也算是相对的简单 只不过就真的是很花时间啦 当队伍不是那么足够强的时候 那么再来的 其实前面的话 有少讲到的一些东西啦 就是像 一些关卡啦 因为物语关卡那边是有讲进去的 只是忘记讲到 就是那个 吉纽特战队 跟 巴达克小队 For新手来说 在前期 要很好去打超级战的话 把那两队 浓上来 会简单不少啦 OK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这个拳击机 拳击机老实说 它不算一个很难的关卡 只不过就需要一些特定的角色 For新手阶段 当然你不是说 马上进游戏就可以了 可是你有抽到一些比较特定的卡之后 对于那个 赤珠 或者就是 有没有 有没有 它的那个 专注啊 然后加工 非常足的情况下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拳击机其实 网络上 或者YouTube上面 售一下啦 就有一些特定的角色 是可以出来啦 嗯 这个就 151颗 可是就可能要 一点点的时间 去 想办法 如果是讲 要打比较普通的话 免费卡里面 也是有一些啦 嗯 像是那个超强席的 呃 乌天克斯 胖的那一张 去打有道具的 可以很轻松的过着去 嗯 这个就有151颗啦 总数 那么再来的话啦 极限z7 这边的话 因为很多都是用到免费卡的 所以还不算是太难 免费的角色慢慢打上来 然后再慢慢去通关 老实说这个关卡 每一次可以拿到的 龙死量 不是很多 但是总数累积下来 其实还蛮可观的 471颗 老实说我自己计算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小吓到 因为 平时在念的时候啦 或者在打的时候 哈 才两颗 才三颗 好少喔 结果 这么长年度累积下来 就是一个不错的量啦 然后这个就是辅助回忆的强化 有打到 然后有抽到一些新卡 或者就是抽到一些 满足条件的卡 就可以去打 这边不多啦 龙死 49颗罢了 那么 再来就是刚才讲到的 那个超强席 超强席的话 关卡难度不高 只是有一些他有限定在 类别上面 要去挑战 这方面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可是去 做到完他的任务啊 包括关卡全打完 目前的超强席 可以拿到408颗 这个龙死量是非常多 而且是关卡不难 这个重点 关卡真的是不难 然后再来就是 载陪人的战斗训练 因为这个载陪人战斗训练 要打到Lv30拿成号 是不容易 可是只是要把龙死拿完 只需要打到Lv10 有一点的 全体攻击角色 然后队伍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或者就是联机的角色够多的话 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过掉啦 这边的话 打底也是有一个 差不多2000 触颗的龙死啦 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这个关卡都不是很难 只不过就是需要花时间罢了 OK这个就是 稍微境界一点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关卡难度开始变高 需要一点的那个仓库 我们的那个 卡池的深度需要有一点的地方啦 就是在境界的关卡 就比较偏向一点点的小超难关 需要的卡就更多了 像是战斗路方面 超级战斗路 前期的其实很简短 现在 很多都是可以靠这免费 卡来拿 所以实际上前面的那些免费卡 物理啊 同龙玩的朋友啦 的新手来讲的话 其实也不会太难 这些长期战斗路 虽然说有属性限制啊 类别限制啊 但是免费卡有弄好的话 其实都不会拿在超级战斗路上面 450 颗到现在的关卡 70多关嘛 然后 极限战斗路 这个难度就稍微提高一点 对于 石筹卡就会比较有要求一点 但是 它的龙石 也是非常多 全部通关的话 也是有400多克 不过这个就是 需要稍微玩的久一点 可能 一年左右 才可以办法 全部拿到完 因为类别这个我们是需要累积的 那么 悟空钻这一边的话 其实 全面通关 不难 只不过就 类别任务非常多 这个的话就是 可以放着 慢慢慢慢当做 储存库这样子 一点一点的去提取 有什么类别 你满足了 就去打 这个样子 其实 热斗悟空钻 GT悟空钻 GT悟空钻 战斗路这些 这五个 都是一样 因为都是看类别的 他们很多类别任务 所以就是 类别补到了 才去打 想一点一点的慢慢去打下来就OK啦 龙石量也算是还不错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 难度不算很高 可是 有一点类别要求 之类的 龙足历史 745克 老师这个龙足历史 即使它的特定任务没有完成 只要你能把它的关卡 通关了 大致上也是可以拿到500多颗左右啦 所以 也OK 真的是很急着要龙齿的话 没有一队比较现在 稍微强一点的队伍 基本全部关卡都可以通到完 对新手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压力 可是在 九周年 有抽到到时候大奖 再补一些队员 基本就可以全清啦 嗯 然后再来的话 破坏神集结 破坏神集结算是不难 可是因为 有一点属性的要求啦 除非就是你拿到T0队直接一路连过去那个另外一奖啦 这边就 龙齿也不多啦 72颗 放这可以慢慢打 然后这个是最近才加上来的就是 紧迫家具的战斗 32颗龙齿 这个的话就 不是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啦 只不过是需要一点点的那个卡 反正就放置 有时间的时候 有队伍的时候去打就OK啦 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全游戏中啦 龙齿量 最多的一个part 老实说 就是 极限zac 极战 这个 官方把旧卡 强化上来 对我们来说啦 就已经是很棒了 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颗龙齿啦 累计下来现在极限zac的那个 U-L关卡啦 差不多就是 93个 然后 L-L关卡有 29个 那么 全部通道完的话啦 因为有些任务 没有完全的 这个酸金器啦 大概 4443颗左右 可是实际来讲的话 全部加上去 应该要接近 可能 4480啦 差一个10多 10多颗 50颗 内啦 应该是差不多 是这个样子 目前只要全截就可以 达到这个样子的量 看着是很多啦 当然 看着是很多 可是 因为极限z基站 有特工需求 所以当你的特工满足的时候 去打 或者就是你拿到的是T0队伍啦 并且属性上面是满足的 因为有些关卡 他有超系 极细的要求 如果是属性对应到 超系极细的那个 属性的对应到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用着 免压式的打法 即使没有特工的情况下 嗯 所以这边的龙齿 也算是好拿的 4000多颗 慢慢的去拿 Forcing手来说 这个真的是 很棒的一个点啦 然后 以老手来讲的话 大家我们也是可以看一下 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从这边提取了多少颗龙齿 因为每一个一出来 我们就打完的情况下 我们这么多年来 拿的是 4000多颗了 这个是 非常舒服的一个点啦 那么最后的话啦 就是在在境界啦 进入到 最最最最难关的方面 最难关这一边 老实说 龙齿反而变少了啦 但是就是 挑战你的那个 仓库 你的卡池的深度 然后 你的队伍的组队之类 这边就算是一个 大城的那个集结 然后就可以去挑战这个样子 超激斗大拳 目前只有4个关卡 可是龙齿给到来 还不错 84颗 然后 Retrozone 2022年 新抬出来 到现在经过两年之后 累计的关卡也相当多 不过这一次的红区 最新的剧场版 是没有记录进去啦 总数 365颗龙齿啦 如果是全解的情况下 这边是有包括龙族英雄的 也是有包括龙族英雄的关卡 龙族英雄其实是这一些关卡里面 我们这么多个红区 提供的龙丝量是最多的 不过一年才一次啦 明年可能再考虑去加油吧 这个暂时没办法拿到满啦 然后Cellum Max的话 51颗龙10 2022年最难关卡 那么赛亚的斗智这个关卡 是2022全球活动的 SPACIAL关卡 有一些特殊要求 可是因为这个是最后的境界超难关阶段 你的那个类别啊 你的卡的强度已经满足的时候 来到这边打的话 算是蛮 轻松的吧 应该是没有到特别难 如果是一直长期在玩的话 那么再来就是 2023年 80年开上来的关卡 邪恶龙诞生 加上超义型龙的所有任务 有73颗的龙丝 中年纪念战 8中年开上来的关卡 88颗龙丝 然后全球活动开上来的 神之愤怒 与人类的医治 70颗龙丝 单单就是这边的关卡来讲的话 就有792颗 然后对比之前的那些 上几个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 来到超难关 其实龙丝拿到的量 并没有到特别的多 反而是最少的 只不过这个算是极大成的啦 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 那么最后就是最终手段 魔法小卡 你想要有多少就多少 Infinity OK 这个就是比较完整的阶段 我们的关卡要怎么去打 然后中间的话 还有一些就是 每个月一次 偶尔开上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就是 大乱战的关卡 还有就是 舞蹈会的关卡 大乱战在平时的话 35颗龙丝 特殊就是 周年特别版的话 可以去到45颗龙丝 然后还有就是 不定期啦 一年大概开个 4次到5次之间的 天下第5道会 每一次就有50颗龙丝 打到满的话啦 那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这个就是 整个 完全拿到完的话啦 这个是 不完全统计啦 因为还有一些东西 是漏掉了 我看大概也是漏了 就 500到1000颗 龙丝之间啦 大家这边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都得到来有11,443颗龙丝啦 这么多年下来 应该说 for新手一进来的话啦 这些都是属于常驻关卡 不属于那种限定 因为有些限定的关卡就是 开了 结束了 就再也不会开回来的那种 像是大活动给的关卡 全球活动出来的特别关卡 像那种 销售榜第一的关 Extra派发的龙丝 这些都是一次罢了 过去了就会没有了 所以这些就是 比较没有办法的啦 然后在这一般的期间 玩着的期间 像官方还会有时候 额外送食 像SNS的活动啊 维护的时候啊 不聚合的时候啊 纪念日啊 大活动的升放送龙丝啊 这些都是可以 在拿到更多更多龙丝的地方啦 那么接着就是 期待9周年的 进入啦 那么for新手来讲的话 现在这个时间点加入 慢慢的浓龙丝 新春卡机可能可以抽 超系的 一到两个阶段 就是说 哪个200到400克 甚至是600克 全all in进来 先组一个基础队伍上来先 然后就可以很好的去 慢慢的把龙丝给 浓上来 最后就迎接9周年这么个样子 然后9周年的话 就快快努力的去浓吧 冒险关卡啊 物语啊 这一些 都是可以拿到相当多的龙丝 而且游戏正在进行中的情况下 每天每天还是有一点龙丝可以进账 然后后续的话 还会再开一些关卡出来 继续的浓下去啦 OK啦 这个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for 新手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 走的方向 以及可以拿到了大个的龙丝 然后 for 一些老手来讲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没有什么地方是漏掉 龙丝没有去拿的 也可以回去拿一下 当然这边是不完全统计啦 有很多东西就太过杂了 所以就没有放进去 这个只是一个 大概罢了啦 没有完全可能差个 千多到两千颗吧 可能啦 因为冒险关卡 应该说物语关卡跟龙丝故事那边就没有完全体了吧 然后还有益城活动那边有时候有 extra开出来的东西 那边也是没有完全体 所以就是一个大只 不过 有破五位数的龙丝 依旧是非常非常的high就是了啦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龙丝 在我的那个龙丝表上面 因为一有就马上花掉了 OK啦 大致上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样子 龙丝会非常的多啦 官方送的其实也还蛮大方的 然后极限在觉醒这方面的话 之后陆续还是会一直开 可能明年的话 我们再回来看看一下 我们这边可以获得的龙丝量啦 会有多少的增长 因为像 连锁基站那个关卡就已经 最后一集了嘛 所以我就没有记录惊奇 要不然每个页也是可以 extra再拿多20颗的 这个就很可惜啦 OK啦 那么 这个就是 完全啦 就是长着这个样子 这次影片的内容 好啦 那么这次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